威力的眼淚 耶 终于可以亲眼见到威力了 班上好多同学都来看过 都说威力好棒啊 海洋世界就在前面 威力在那边等我们咯 我们快走 我想做第一排 好 好 好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威力了 太棒了 大家好 欢迎光临海洋世界 请问你们都是为了来看谁呢 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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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棒啊 欣赏了刚刚威力的精彩演出后 大家一定意犹未尽吧 现在我们将进行最受大家欢迎的节目 到底谁是今天的幸运儿 能够跟威力近距离接触呢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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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请坐在第一排的小妹妹 向台来跟威力互动 耶 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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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话 只有真心爱我的人 才听得见我的话语 我当然爱你啊 可是 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爱上 等我说完我的故事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你的故事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 有一天 我跟着家人 开心的在大海玩耍 突然 一艘大遗船出现 拼命追赶我们 原来 他们的目标是我 他们把我从大海抓走 逼我跟家人分离 让我住在比原来的家 要少非常多的水池里 我很不习惯 也很不快乐 都快得忧郁症了 商人为了赚钱 开始训练我做 各式各样的表演 取悦像你们这样 不知情的观众 日不一日 可是大家都说来看你 可以学到很多 关于你和海洋的知识 这就是商人聪明的地方 只要打折社会教育 终生学习的名号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剥夺我的自由 让我替他们赚钱 没有想到是这样 训练师以饮食控制等方式 要我接受指示 除了生理伤害 更严重的 还让我的心理 受到很大的压力 尤其每次强迫我 一起合作演出 对我的身心更造成 极大的压迫 对不起威力 我们太自私了 为了赚钱和娱乐 竟然将快乐建筑在你的身上 我知道围墙的另一边就是大海 我是长小 如果可以跳得用力一点 我是不是就可以越过围墙 回到大海的家 见到我的家人 一起自由地玩耍 就像从前一样 威力 小妹妹 快蹲下来 威力要亲吻你咯 美丽 请把我的故事传出去 让大家知道 请大家聚看动物表演秀 没有需要就没有伤害 我不想要其他同伴像我一样 我答应你 威力 威力 虽然今天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你 但是 我会永远想念你 我一定会把你的故事告诉大家 很多游乐园喜欢以教育学习的名称 对海豚 海狮 以及其他动物 进行违反天性的训练 影响动物身心 这是负面教育 是自私 错误的示范 请大家聚看动物表演秀 不把快乐建筑在他们的牺牲上